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锤吊诸天》879集 全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 看来是我离开那宗有些时间了,什么阿妈阿狗的都跳出来了 伊川听到北风的喝齿,吝啬一变 不出现在自己身为核心弟子 就是说自己在外宗之时也是最为顶尖的一批 而如今被一个外宗弟子喝齿,这让伊川勃然大怒 不仅仅是伊川,就连杨千山也是挑了挑眉头 看向北风的目光之中,蹦射出了寒芒 当下伊川冷然一笑,还敢动手 沈鹰爪!伊川身子摇摆,如同一头熊鹰 双手泛着乌光,肩不可摧,如同鹰爪 伊川决定给北风一个教训 尽管不能够打死打肺,但让其吃点难忘的苦头也是可以的 行一虎拳! 北风尽管眼睛有样,可是精神力笼罩四周之下 还是没有对北风造成影响的 看着伊川向自己抓来 北风没有丝毫地闪避,直接硬碰硬,一是虎拳向其砸落 一股肃杀残暴的气息瞬间笼罩在北风身前的空间 让伊川刹那间脸色大变,身上的寒毛榨气 白虎主杀,凶威滔天 动手之时,恐怖的杀伐之气足以让人胆寒 行一鹰犬! 北风左右手捏着拳印同时出手 把杨千山一同囊括在攻击范围之中 一头巨鹰腾空,仰天长笑 笑声滚滚,席卷而上,震碎云层 不好! 杨千山原本正绕有兴趣地看着场中一触即发的战斗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也被囊括在其中 能够在新入冬的核心弟子中位列前十 杨千山一身的实力自然有不凡之处 杨千山一脸冷笑 真是不知死活,你以为自己是谁 居然胆敢同时向两位核心弟子出手 给我破! 杨千山背后浮现出来九座太古神山的虚影 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这是杨家的镇族功法 汉山诀 纵然杨千山只是学会了一点皮毛 可却让杨千山难有敌手 巨鹰搏击长空,气息不显 杨千山也不以为意 终究不过是一个外宗弟子能够强到哪里去呢? 呼! 但是下一刻 不管是杨千山还是伊川 两个人都笑不出来 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消失 直接凝固在脸上 一股股狂暴无比的力量 自对方的攻击上传来 吹枯拉小 噗噗 两人瞬间地 被一股无法阻止的力量击飞出去 身子化为滚地葫芦 身在半空就忍不住脸色一白 吐出了一口鲜血 死,死 我要杀了你 混账 两个人勃然大怒 浑身的气息狂暴起来 双眼有些泛红 自己身为核心弟子 却被一个外宗弟子 当着众目睽睽之下 被打到吐血 两个人可以预料到 不久之后 自己两人被一个外宗弟子击败的事情 就会传开 呦 这不是杨千山杨氏弟吗 怎么 怎么一服如此狼狈的模样啊 哎 你该不会告诉我 你是被一个外宗弟子给打了吧 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 一男子身后还跟着几位核心弟子 此时出言嘲讽着 你 杨千山说不出话来 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对头 一直不对付 此时自己的窘迫状态居然被对方看到 这让杨千山的脸皮有些挂不住 谢峰对着北风传言 言语之间对北风的行为十分高兴 师弟 打得好 早就看这个家伙不顺眼了 站着自己是杨家的人 拽得就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一边去 不然连你一起打 北风挥了挥手 如同打发一只苍蝇 此时谢峰也是一呆 额头轻筋抱起 很想打人 伊川和杨千山对视一眼 幸灾乐祸 叫你过来装大尾巴狼 这下被怼了吧 同时经过谢峰这么一打岔 伊川和杨千山也是冷静下来 感觉到不对 自己之前 想教训一番这个外宗弟子 可是没有留守啊 可却被对方轻描淡写地击败 两个人已经认识到 与北风之间的差距 尽管自己没有动用权力 可是也是相去不远啊 自己有底牌 难道这么一个外宗弟子 就没有底牌了吗 此时正好 谢峰也被怼了 自己两个人 也算是找到了台阶 当下两个人不急 笑眯眯地看着好戏 何心弟子就这么多 对于谢峰 两个人呢 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个人外表 看似胸怀坦荡 不拘小节 实得是笑面虎一只 如今被这个外宗弟子 当面打脸 以谢峰的脾气 肯定不会善了 师弟 我好心与你结交 你却口出狂言 是否过了 谢峰下不来台 脸色先是一僵 而后恢复如常 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模样 对着北峰说道 而对于北峰来说 精神力强大无比 虽然呢 没有强出同级舞者 数十上百倍 可十几倍呢 还是有的 因此 虽然谢峰隐藏得很好 可却还是被北峰捕捉到了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能不能够真诚一点 真是虚伪 恶心 北峰转过头 认真地对着谢峰说道 杨千山笑咪咪地 对着谢峰说 哎 师兄 要真诚啊 真是捕得一手好刀 师弟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这种性格 很容易挨打 谢峰狠狠地 瞪了杨千山一眼 转过头 一脸阴沉地 对着北峰说道 浑身散发出了 一股股阴冷的气息 嗯 北峰的额头 浮现出了一抹黑线 今天见到水云天寒 就想到自己挨打之势 此时听到谢峰的话 北峰的心情 瞬间就阴沉下来 沉默伴赏 北峰动手了 龙虎争霸 北峰直接动用 行一拳的杀招 不是因为 谢峰强到 让北峰重视的程度 谢峰也就是 比杨千山 那么强上一点吧 随意的一事 行一拳 就足以吊打谢峰 只是谢峰 刚好戳到了 北峰的痛处 北峰怎么看呢 都觉得这个家伙欠揍 决定给谢峰来一个狠的 阴魔功 谢峰没有想到 北峰居然还敢先动手 当下催动功法 浑身散发出 阴冷不祥的气息 一尊隐藏在黑雾之中的虚影 自谢峰的身上浮现 一截布满鳞片 消瘦的手掌 从黑雾之中 看了出来挡在谢峰的身前 砰 扑通 龙虎争霸 携带着恐怖的螺旋径降临 刹那间 就击破了谢峰身后的虚影 一股股螺旋径分散 钻入到谢峰体内 在其体内大肆破坏 哼 谢峰猛哼 嘴角一血 一股股螺旋径 自体内乱窜 打散了谢峰 体内的气血 伴随着阵阵的疼痛 让谢峰脸色苍白 一川和杨千山 对视一眼 不由得暗暗庆幸 幸好这口锅呢 是谢峰自己跑过来 替自己两个人背上了 不然 恐怕此时杨千山的下场 就是自己两个人的下场了 要知道 不同于自己和一川 自己和一川落败呢 还可以说是没有防备 轻视了此人 可谢峰不同 谢峰的实力 比起自己还要强上不少 又是看着自己 与一川落败的模样 绝不会再轻视此人 可是呢 还是没有用 一招之下 就被打成了重伤 比自己和一川的伤势 严重多了 哪怕是有圣药仙药条理 恐怕也得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恢复过来 此时的北风 白衣盛雪 衣美飘飘 颇有一种无敌寂寞的感觉 这让北风感觉到无趣 打同级舞者 如同是全打南山静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根本就没有难度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